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标题里面有一个二手七二 证明什么呢 证明作者杨万里一共写了两首同为小出敬辞寺宋林子方的诗 只不过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二首 那么像这样的组诗大家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是互相参照的 所以要解读清楚这首诗呢 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小出敬辞寺宋林子方的第一首 第一首诗它讲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说大清早的就去看西湖了 而且带着这个林子方啊 这个杨万里两个人啊 就走完了东又走西 转完了南又转北 就转完了南山又去转北山 这个事情实际上要表达什么呢 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 敬辞寺和林子方 那这个林子方呢 是杨万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杨万里是南宋的中兴四大家之一 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 那林子方呢 在当时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官吏 在今天呢 我们还能够看到后来的人给他写的这个穆之名啊 就在里面就讲到了说 林子方是当时备受宋孝宗重用的一个官员 宋孝宗也是整个南宋期间的第二位皇帝 也是南宋的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林子方就相当受他的重用 而南宋的首都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杭州 杭州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 景色西湖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小出敬辞寺宋林子方 这个敬辞寺也在杭州 然后周围就写到了这个西湖的风光 但是第一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大清早 我们两个人从敬辞寺出来开始逛 从东逛到西 从南逛到北 就是不舍得分别 所以其实这首诗表现的是杨万里 对于林子方的依依不舍的情感 但是相比第一首来看 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首 我们是不是觉得第二首好像紧紧的是在写西湖的美景 我们把这个小诗读一下 大家都很熟悉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语似时同 接天连夜无穷必 映日荷花别样乎 那如果我们只是去看这首诗 我们会发现 如果让你去填一个标题 你好像怎么着也填不出来 敬辞寺宋林子方 你只会填出来什么 西湖的荷花这好看 对不对 好像跟什么林子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这首诗本质上是一首什么诗 看一个字 本质上是一首送别诗 送别诗要表达什么 要表达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 那么问题来了 这首诗怎么能表达出送别之情来 能看出依依不舍来吗 说西湖的六月 真的是特别的美啊 别的地方哪儿都不如西湖好啊 在西湖的六月里面 揭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和花别样红 怎么看出送别来了 是不是感觉好像看不出来 那我们换一个例子给大家来讲 就比方说 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你们俩一起在北京生活 现在呢 他要离开北京 要去远处了 你非常的不舍得他 然后呢 你们两个人以前 就经常去一起吃北京烤鸭 说北京烤鸭是全国烤鸭当中 最地道的烤鸭 别的地方哪儿的烤鸭 都比不了北京的烤鸭 你非常不想让你的朋友走 于是你请他去吃北京烤鸭的时候 你就反复的在告诉他 你知道吗 北京的烤鸭有多好吃吗 你确定你要走了吗 你知道你走了之后 就再也吃不到北京的烤鸭了吗 毕竟北京的烤鸭 味道不跟任何地方的一样 北京的烤鸭是皮儿又薄 这个肉又香啊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这首诗 可以表达一种送别了吗 其实在这里 他拼命地告诉你 西湖的美景 多美多美 就是因为他不舍得你 所以才要努力地去讲 西湖的六月中 是哪里的风光都比不了的 这里的连夜无穷的绿 这里的荷花格外的红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很有意思 他作为一首送别诗 表面上没有提一个字 是关于送别的 但其实背后所蕴含的情感 却是依依不舍的情感 所以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 一定要去了解这个诗歌的标题 和写作的背景 小出静慈寺 静慈寺是当时的一个寺 小就是清晨 大清早 很明显这是要赶路的一天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作者杨万里 从静慈寺来送林子方 送别的时候 两个人依依不舍 走了一城又一城 逛了一段又一段 到末了了 杨万里对林子方说 你看这西湖的荷花 有多么的漂亮 言外这一事你真的舍得走吗 所以我们会发现 古人的表达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杨万里的这首诗 依然表达了自己对于朋友的 依依不舍的眷恋的情感 好 那这就是这首小诗 小出静慈寺 宋林子方 大家现在再来读一遍 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